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今天本来的内容我搬到下星期 因为先和大家讲下哥尔巴乔夫 哥尔巴乔夫死了 还记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曾经对他的新思维有不少幻想 而他当时提到的全人类价值优先 听起来跟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 仍是相似的地方 但关键的地方是说得出要做得到 所以当听到西方国家领袖 一直都在赞扬 哥尔巴乔夫是和平的态度者 以这个和平去结束冷战 令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得到自由 很自然 对于他的细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任何评价 只是致意最深切的哀悼 西方国家的赞扬 可以说是非常虚伪的 因为如果他真的觉得 哥尔巴乔夫有这么大的贡献 那为什么 过去三十年 他又要被灭视 在国际舞台上 完全没有影响力可言 他是不是真的比更多人得到自由呢? 大家可能只会记得 苏联人曾经在那一段时间 连食面包的自由都失去了 当时普京还在驾驶白牌车 即是无牌的士司机 而不是最擅长的KGB 哥尔巴乔夫肯定不是和平结束冷战 这个和平的倡议者 可能说到尾都只是一个指板公仔 事实上 冷战是以苏联被消灭而结束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熟悉 和异的 因为历史太多了 所以美苏是和平结束冷战 结束的条件应该是平等 或者最少是对等 即是对得上关系 而不是那种失败者要接受的屈辱的各地赔款 所以苏联是以失败者结束冷战 虽然我也不会像内地评论那样 普遍认为 他被列根压了令到苏联崩溃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末代的领袖 也在他手上完全断送国家的未来 由他错误地选择相信西方会支援 从而放弃苏联长久以来累积的力量 就已经证实他的人生将会用失败者的称后结束 不过苏联交在他手上 其实已经是一个完全没有内涵涂空的国家 只是他没有能力和准确的判断 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反而是很仓促 很愚蠢地选择依靠美国 在苏联崩溃之后 坊间流传了一个这样的说法 哥尔巴乔夫曾经在苏联最困难时 打电话给列根说要借400万出这个军粮 但结果被拒绝 虽然这很明显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也说明了 哥尔巴乔夫在统治后期面临的困境 在二战之前 苏联以靠着集权和国际的紧张国势 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并且借助二战迅速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 但倒入美苏国力的过程中 因为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缓慢 生产结构也不能配合经济发展 生产效率低 发展的速度不断下降 去到80年代 苏联已经与西方法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面临变成一个世界二流国家的境地 但偏偏又要继续与美国竞争霸权地位 本来在那段时间 美国同样因为军事竞赛和出兵去越南的地方 而陷入困境 出现被日本迎头赶上的危险 但美国把握了美元的经济力量 利用了日本企业和资本的过度膨胀 通过金融化一次过完全收割了日本经济成果 也因此有能力在经济上再次压跨苏联 当戈尔巴喬夫上台后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针 本来应该是有积极有意义的 但由1985年他上台之后的6年的实践来看 戈尔巴喬夫的政治经济改革都得不到预期的成效 反而令社会经济的环境更加惑化 当中关键原因是在改革时错误相信 西方的进步是因为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于是他以为信此为真 彻底推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将以前正遗留下来的东西全部丢掉 搞全面西化 搞民主选举 开放言论 结果出了问题了 内地有评论认为 苏联曾经能够和美国扩行的社会主义强国 为何会搞到 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的危机 并且要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当中 曾经以为原因是来自 全门西化 背离了社会主义 改走共产党领导 失去了马列主义的指导 但这些情况也不是必然的 中国能够有效地调整 而且适应 这个变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 都不一定能够在其他国家有效地推行 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 都希望能够形成的一种共同目标 或共同力量 肯定应该是信仰 国家的向心力 是依靠人的信心和信念而形成的 当信念失去 国家只会走下坡 当国家陷入困境 需要改革时 这种信念更重要 很不幸 格尔巴吉夫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 还提倡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民主化和透明度 企图用这样来发动群众认同改变体制的流弊 还揭露了什么苏共历史上的阴暗面 结果社会上形成强烈的对立 撕裂 各种反共反社会的势力 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共产党 各种舆论工具 反而制造了社会上的对抗情绪 在这种情况和气氛下 又怎能令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作出改革呢? 现实是 在格尔巴吉夫当政的这几年里 议会内外都是无休止的争议和攻击 这又怎能达到改革的目标呢? 于是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推翻 而在这时候 原来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就发挥作用了 作为维持权力尼克逊或失败的美国总统 但他的阴谋策略同时间 也成为日后瓦解苏联制定的重要步骤 尼克逊倡议的不战而胜策略 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等手段 令苏联和当时的东欧地区被视为铁木国家 试图令苏联党的团结和效能遭遇破坏 最终苏联在一夜之间 就是一个最强的联盟 变成一个软弱和孤立的国家 1982年 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英国发表了一篇 反映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演讲 公开号召全世界要发动一场 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十字军的征土 掀起一场消灭马克思主义素党的运动 他认为在美苏的较量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不是原子弹或火箭等军事竞裁 而是意志和思想的比拼 所以要与苏联展思想和价值观的竞裁 就要通过思想和讯息的传播 来影响苏联和东欧的人民 最终促使苏联和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 也延续到今时今日的所谓和平演变 美国在80年代开始 将从日本吸纳到美国的资本加快推动国际贸易 用经济贸易提供经济支援作为一个有利 有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靠拢 将经济体系慢慢融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架架 所以通过贸易、援助和最维国待遇等方法 再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同样要让步 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经济、政治等模式 这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手段 国以巴结夫上台后为了挽救国内严重的经济银机 就向西方提出1,500到2,500亿美元援助的要求 美国乘机提出更辣的政治改革要求 所以具体提出了苏联要得到西方援助 有四个宣决条件 就是私有化、民主化、加盟共和国自决和非军事化 即是要求苏联在国内的问题上放弃国有化和市场经济 完全向西方无条件开放 并且放弃共产党的单一领导 实行多党制和西方的议会民主 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自由化 而在国际问题上 要国际活动成为美国伙伴 放弃对东欧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和援助 并且要大规模裁军、撤军 以至解散华沙组织 从而削弱苏联对西半球的威胁 但事实上 削弱苏联对美国来说并不足够 1989年8月 苏联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动乱 美国从中打开缺口 迫使苏联解体 动用所有西方媒体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角的语言 在节目中大量散布民族仇恨 煽动搞武装斗争 扮怨着一个教唆者的角色 在此时 格尔卡·巴喬夫已经仇制于美国 更不敢使用军队去尝试维持国家的统一状态 结果是整个庞大的华沙阵营 在数年里土崩瓦解 我是方永强 休息回来 看看苏联之死对中国有什么影响